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CBA的八强比赛剩下终极一战 那么接下来广东队将会去面对广萨队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后续将会进入半决赛 甚至是决赛的争夺 值得一提的是那么在这一次季后赛紧张进行过程当中 CBA还发生了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 接下来重点分享一下 第一个消息说一下林威廖三林这四个王牌球员 又选了国家集训队的情况 这最近根据媒体验透露的消息呢 乔尔吉威廷在四月底将会在青岛这边 开展一个中国男男的特别训练营 叫做迷你训练营 说白了其实就是趁着这些已经被淘汰球队的这些球员呢 在休息期没有太多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利用这段时间把他们紧急召集起来 然后通过为期一段时间的集训 来看清楚这些本身表现不错的一些球员 到底适不适合中国男男的一些国家队体系 如果适合的话将会把他们选拔了 进入后续世界杯正式集训的人员名单当中 那么乔尔吉威廷肯定也是希望能够选到更多的人才 后续一起出征比赛 那么接下来中国男男就有更多的底细 面对那些国外的对手真创夹击 这一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目前包括林威廖三宁 曾凡博以及崔永熙呢 这四个人非常熟悉的球员呢都已经入选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具体名单 我们不妨等待后续中国男学的公布 第二个消息分享一下周期的去向有变的情况 前段时间曾经有媒体人透露周期很有可能要加盟澳洲联赛的球队 回到呢安彪了这边 结果在最近呢周期的去向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频频在社交平台当中呢 赛车了自己在山东啊去健身房训练 以及去某个地方看动物的这么一个动态 这也意味着呢其实现在周期啊不仅无球可打 而且呢有一种扑罐子破摔的感觉 你没有一个好的比赛 好的训练来确保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你就很难呢帮助中国男男取得好的成绩 这一点恐怕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我们希望呢周期的团队能够赶紧解决这个麻烦 就一个消息分享一下西北的拉拉队招惹争议的情况了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进入季后赛啊 拉拉队的这些队员整体的一些风格呢也变得更加的崩放 所以在最近的一次表演赛当中呢 因为穿着是比较清爽的话 遭到了一些球迷的质疑 甚至球迷认为呢有一些伤风败疏 当然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目前拉拉队呢 这些穿着跳舞的也都没有问题了 而且对比中国台湾省的联赛的话 我们呢要显得收敛很多了 本身拉拉队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全场的气氛造起来吸引到更多的关注 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我们的拉拉队做的非常的不错 也应该鼓励这种行为 而不应该呢太过于保守太过于守旧 加以来呢联赛还有什么可看性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